字幕志愿者 杰鲁 字幕志愿者 杰鲁 大家好 歡迎收看 《直擊博鵬2017》特別節目 我是靖賢 今天是2017博鵬亞洲論壇 開幕第三天 那麼今天早晨九點 在博鵬主會場就舉行了 盛大的開幕儀式 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出席 並且也是發表了 主旨演讲就表示 未来将会来推动 亚太资贸区的建设 并且会支持外资企业 在中国发展与上市 今日一早9点 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会 举行开幕式 仪式由博鳌亚洲论坛 秘书长周文仲主持 并由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 曾培言宣读国家主席习近平贺信 随后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 发表主旨演讲 并指出中国将坚定不移 实行对外开放战略 并支持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 以及上市 中国坚定不移地实施 对外开放的战略 中国开放的大门 对世界始终是打开的 而且随着发展 只会越开越大 我们将大力地优化 外商投资环境 进一步的换宽 服务业 制造业 采矿业 外商投资的准路 支持外商投资企业 在国内上市 滑载 同时张高丽表示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 基本面没有变化 未来将为全球经济增长 提供更强大的动力 尽管目前经济全球化 遇到了新的问题 但未来将积极推动 亚太自贸区的建设 亚太第一位是 孙雪奇 海南博鳌报道 博鳌亚洲论坛 是进行到了第三天 也是迎来了盛大的开幕仪式 那么具体有哪些亮点 我们马上来联系 YTV特派记者孙雪奇 雪奇你好 博鳌论坛今天开幕是 你自己有哪些感受 另外三天下来 你有什么样的总结呢 明天就是最后一天的会议 有哪些安排 好 近前 那么今天是博鳌论坛的第三天 也是最为重头戏的一天 那么今天在九点钟左右 是进行了此次论坛的 一个开幕式 那么我们的记者同行们 也是从五点钟开始 就已经陆陆续续的 要到达会场了 那么根据安保的要求 也是要提前两个小时 就要到达会场的内场 来进行一个安检 那么这样一个标准 很多记者也是说 是不亚于两会 或者是其他很多 一些大型的一个活动 也是非常严谨的 一个安保的标准 那么今天是第三天 根据前面三天 我们的总结来看 其实整个博鳌亚洲论坛 是一个非常与时就近的论坛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我们发现 除了聚焦一些 传统经济的板块和议题之外 那么包括现在 城市中兴起的一个 共享经济 单车经济 以及随着手机的这个普及之后 出现的直播经济 等等这样的议题 博鳌论坛此次都有关注 那么并且也是进入了一个 比较深入的一个探讨 那么到了明天呢 就是博鳌的第四天 也是最后一天 那么在明天下午 大概六点钟左右的时候 将会进行一场 博鳌整个论坛的 一个闭幕的新发布会 那么也是将对这个四天的 一个议程 进行一个总结和归纳 那么在此之后呢 将会进行一个 博鳌的一个整个的文艺演出 那么进行一个 最终的一个总结了 那么我们现在的情况 那么就是这样 先把镜头交回给直播间啦 好的 谢谢雪奇座的 详细的报道 亚洲博鳌论坛 从2001年开始至今呢 每一届的主题 其实都离不开亚洲国家经济 捆绑共同发展 那么今年的论坛主题呢 也是为直面全球化 与自由贸易的未来 就表明亚洲国家 今年将会处于 全球经济更加复杂 亚洲国家之间关系 更加微妙的环境当中 那么相关的话题呢 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 中信银行国际首席 经济师廖群博士 来跟我们共同的探讨 你好 欢迎您廖博士 你好 好 我们来说 这个经济全球化呢 其实可以把它 比喻成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的可以来 促进全球经济增长 可以说是一个 非常强劲的动力 但是另外一方面 其实也可以让各个国家 之间面临到更多的挑战 我们来说现在 这个美国的新的总统特朗普 一旦上台了 他现在已经上台之后 我们发现全球就掀起了 一股逆全球化 以及去全球化的 这样一股风格 那廖博士您怎么来看 现在各国之间的一个 利益捆绑的牢固性 这个呢 就是特朗普上台以后 确实是全球化 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阻力 那么就是说全球化 实际上来讲 要真正理性的来讲 应该来讲 对每个国家都有好处 当然了可能发展的国家 因为它起点比较低 那么全球化以后 得的好处 可能会比发达国家多一些 但发达国家整体来讲 应该来讲也是得到了很多好处 因为交流总是会有效益产生 但是可能在发达国家内部 就是说它得到的好处 在国民之间的分配 就不太均匀 可能这些金融家 有一些企业家 得到的好处更多一些 那么这些中低收入的这些工人 就是说得到的好处更少一些 特别有些工人可能还受损 因为他的工作没有了 所以这就造成了 就是说美国包括欧洲的一些 去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让潮 我想这个就是说 随着特朗普政策的推开 再肯定一些 就是说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就会出台 但我相信可能最后 特朗普也应该认识到 就是说对全球化进行一些修补 进行一些改善是必要的 但是要想退回 完全退回去 我觉得这样对谁都没有利 所以的话我想今后的话 是美国可能会推动 一些贸易保护主义 那么这些得益的国家 包括中国也会跟他讨论 也可能会做这些浪布 使得大家受益的 可能会更平均一些 当然实际上主要受益平均不平均 因为还在于国内怎么分配 我想特朗普最终 他也会找出一个路子来 这个全球化的这个趋势 大的趋势 长期来讲 我觉得是改变不了的 的确我们现在看到 其实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是站在同一条阵线上面 好像来反对这样一个 逆全球化的一个呼声 所以接下来要进行 如何的发展的话 就像您这个廖博士说的 可能最主要还是要看 这些国家之间 最后是怎么来商讨的 那么其实在这一次的 一个浪潮当中 您觉得中国 怎么来将这样的一次的挑战 把它最后可以变成一次机遇 然后真正可以树立 自己一个领导的地位呢 这次首先对中国是一个挑战 因为你特朗普的话 首先他针对中国 他认为确实可能是中国 应该WTO以后 看中国经济发展 确实是大不一样 应该来讲 必须承认就是说中国是全球化的一个 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吧 所以这是我们首要的目标 那么他搞贸易保护主义 首先对中国 那现在他讲了 比较明确的讲对中国 对墨西哥 墨西哥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那么对中国的他贸易保护主义 肯定会实施的 只不过就实施的力度怎么样 这样的话对中国肯定 对中国的出口应该来讲 今年是一个挑战 现在还不知道 他到底出什么样的措施 如果太厉害的话 如果太极端的话 对中国的错过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首先对中国是一个挑战 但同时当然就是说 因为全球化实际上还是得到 大多数国家的拥护 美国的这种做法 使得很多国家又期望 中国来担任全球化的龙头 来牵头 那么我觉得对中国来讲 首先要应对这个挑战 第二个是不是牵头 反正这个就看自然的趋势了 我想应该也不会说 主动的说你这个退下来 我就来顶你 因为这样的话 也没什么好处 但是如果说真正的大多数国家 都认为中国应该牵头的话 我想中国也会顺水推舟 但首先要解决 目前解决挑战的问题 就是你要跟特朗普 要跟美国要进行商量 你到底要进行到什么地步 需要我们大家怎么样互相浪让步 这个是感觉 完了以后再讨论 就是说在美国 他决意要退出的情况下 我们能够在领导全球方面 起到力所能及的作用 也不要冲大头 也不要冲大头 但是既然大家有这种需求 中国能做的 我想还都会做 就是最主要还是要 首先要接受挑战 如果是所有的国家 都来推崇的话 那么中国也是众望所归 应该是 对 我们来说中国的机遇和挑战的话 其实首先要看一下 中国的经济的发展 我们来看到中国的前两个月的 经济数据 基本上是呈现出了一个 缓中求稳 稳中向好的一个态势 而且在之前的两会当中 国家总理李克强也是就表示 而且也解释了 要把经济增速定在6.5%的 这样一个预期 您怎么来看 今年中国的一个经济走势 今天这样 就是说一方面 如果从一二一份数据来看 从去年的四个季度的数据来看 应该来讲 起稳的势头是日益明显 如果说没有外围大的风险 应该来讲 这种势头会持续下去 而且还会不但是稳定 有可能还会往上冲一点 那么从一二月份的这个数据来看 就表明了这一点 这是一方面 但一方面今年比较特殊 你中国本身的动力已经起来了 但是国际上的还有 当然中国本身也有些问题 国际上的 就是说你刚刚讲的 特朗普的贸易广互主义 他到底怎么做 你还不知道 这个还是一个风险 还没有解除 另外的话 欧洲方面选举 虽然荷兰的这个问题不大 但是更重要的是法国 对不对 虽然从目前来看可能性不大 但是这种风险 你不能够完全排除 那么所以的话 外围来讲 就是说面临着特朗普 和欧洲这样的风险 中国的出口 今年就很难讲 一二月份是很不错 去年四季度以来就反弹 一二月份反弹 但是他如果给你来一个极端的 那你这个局面就不一样了 所以今年还有这个 国内也有两大风险 我一直说 第一个就是说民间投资 当然一二月份确实也不错 但是去年的话才三点 前年是十点几 那么你去四季度开始 开始反弹 但是反弹能不能持续 就是还是人没的 还是说是一种内生的 这个还要看 在另外一个国内就是房地产 房地产现在来看 好像尽管调控 好像也还不错 但是是不是往下的话 调控的效益会更大 或者加调控的效果会更大 那么这样的话 房地产如果它调得太快的话 对经济增长也是会有很大忽敏 所以还有 另一方面就还有几大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李克强总理讲 这个今年的增长目标是6.5左右 但是你别忘了后面还有一句话 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的结果 所以说今年的增长目标 你不能光看数字 应该连起来 这两就是连在一起讲的 你要连接一起看 那增长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更灵活了 就是6.5左右 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的结果 也就是说实际上来讲 从政府所争取的目标来讲 如果允许的话 如果外围风险不是很大 内部的风险不是很大的话 它还是想达到6.5以上的 所以说今年实际上争取的目标 可能跟去年那个没有太大差别 只不过自己给自己更多的灵活性 考虑到风险 考虑到以后解释 那么这样的话就6.5左右 但我想今年的话 就是说咱们就讲基准情况 排除那些极端的情况 排除特朗普的极端情况 也排除国内房地产快速下滑 和民间投资继续换 这种情况的话 基准情形下我想今年我的预测 还是6.6了 也就是说还是6.5以上 比去年6.7稍微低一点点 实际上为什么低一点点 我觉得对中央政府来讲 它保着6.5以上就可以了 真正要过了6.7了 如果外围风险不是很大 它这个会稍微收紧 现在6.5% 其实是一个比较稳健的 这样一个预期目标 一个所谓L型的目标 是符合435期间的 整个增长目标的 好的 谢谢廖博士的分析 好 谢谢大家